像这样的暴风雨已经侵袭日本宫古岛一天一夜 就连路标都支撑不住 从根基断裂直接倒塌 整个冲绳几乎都笼罩在宣兰诺的暴风圈里 宫古机场甚至一度出现每秒40.1公尺的瞬间阵风 这相当于13级风 已经是中台等级 台风过进冲绳带来这么大的风雨 也让南韩季州岛的船家 商家忍不住担心 船只早早回港 店家火速打烊这都是因为怕宣兰诺的威力太强 尽管离台风的暴风圈还有距离 不过季州岛已经出现间歇性风雨 整个南韩都有着风雨欲来的感觉 南韩气象天预测 宣兰诺将在6号凌晨登陆季州岛 届时可能带来超过600毫米的雨量 还有相当于17级的瞬间阵风 宣兰诺持续争强 让南韩人不得不防 TV新闻 正好报道